这游戏就适合我这种肌眉头发 甚有不好的老年人 修心养性 这是真的艺术 艺术到我无法呼吸 完全沉醉其中 非常唯美的一款贪吃蛇游戏 朋友以为我在玩平保 7个游戏早在09年又在PS上发布 16年移着到手机端 19年才能在PC上玩到 它就是花 这是一款流程很短 操作简单 通关了也不知道自己在玩啥的游戏 这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款 被华盛顿博物馆收藏的游戏艺术作品 在它之前 从没有哪一款游戏被当作艺术对待 而这个游戏的作者 是来自中国的陈兴汉 也就是他的出现 游戏界多出了一个流派 新流 毫不夸张的讲 这个游戏是风之旅人的爸爸 是光月的爷爷 在这个游戏里 没有打怪 没有对抗 也没有时间限制 不会死亡 也不会失败 你要做的就是扮演花瓣 飞去找别的花瓣 从一路跟随的花瓣 让你认识到自然的美好 到触碰到电塔 就会被电成焦黑而凋零 再到世界重归于自然 有人说这不是一款合格的游戏 因为它不好玩 有人说这已经超越了游戏 因为它是艺术 当然还是那句话 一千个人里有一千个哈利波特 艺术的伟大也在于此 让独一无二的你 体会到独一无二的感受